艾斯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艾斯丹 平时是很多人的 然后里面有售卖很多东西 不过现在呢 全马来西亚最大的 shopping mall的场景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都没有 那这些彩妆品的话 都已经以这个红色的警戒线围起来了 那这里呢也有侍卫在助手 就是说不给大家购买这些彩妆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本来是卖那些消毒 Delta的消毒药水 也被人家一扫而控 就抢光了 那现在我的 我有点害怕因为没有什么人 然后后面也没有什么人 你要 Born to drei 也不给人家 而且还可以带 üzer 等待 постоян 啦 所以我们 attentive 他现在没有这么多人 我们能不能跟 encuentra 他 margin 是吧 这个 都不能 后来 hello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马来西亚市进入行动管制令的第二阶段 那我现在就身处在马来西亚最大的shopping mall 也就是1U的这个购物场所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呢 已经没有这么多的人 就算有人来购物呢 也是就很少人 然后只是都是佩戴口罩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 除了像水电关闭之外 这个Money Tanger的档口也是关闭的 那据我所了解呢 其实万武达玛的shopping mall 有超过700家的这个商店 不过由于现在是马来西亚的行动管制第二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情况 是非常冷清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restaurant johnny 这其实呢是很多人在这里吃火锅的 不过现在已经关闭了 那一些有开张的商店呢都会提供这些外送的服务 例如一些奶茶就是拱茶这些 其实他们都是提供外送的服务才有营业的 那部分的商店呢都没有在营业 然后人群也非常的稀少 大家都戴上口罩 这个是 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一些重要的商店 例如我的nard garden这一些药妆店呢是有营业的 不过里面是完全没有customer都静悄悄的 平时是你都会有很多人来这里购买一些护肤品啊 不过由于现在是行动管制的第二个阶段 所以是没有什么人 那这一个就是garden现在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是卖那些消毒 delta的消毒药水也被人家一扫而控 就是抢光了 好那看完garden的情况呢 我们现在就去另外一家的药妆店 也就是我森去看看 看看我森的情况是怎样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呢上这个收服梯呢也尽量可以的话就不要握 这个手把因为担心这个新冠病毒呢会残留在福梯的手把上面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湾妖的第二层就是商业区 不过映入眼帘的竟然是全部都是关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艾瑟丹 艾瑟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艾瑟丹平时是很多人的 然后里面有售卖很多东西 不过现在呢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里已经写了因为配合这个大马的行动管制措施 所以这个艾瑟丹的这个卖食物的地方呢也被迫要关闭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马来西亚最大的shopping mall的场景 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都没有 好 这个是第二层楼的情况 那这个是那个拍照洗照片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是五文国 就是吃吃东西的地方 那就连餐厅呢也不能营业哦 直到3月31号 哦这个是第一阶段的行动管制令的告示 其实我们现在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呢 就延长过14天 也就是到4月14号 所以他应该是还没有换这个告示牌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去看看这个沃森的情况 沃森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已经围棋了这个地方 所以消费者呢 只能通过一个通道进入 有没有换这个地方 不然就真的点了 不然就要迢了 不然就要迢了 对 对 不然就能迢了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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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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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在进入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我们测量体温 然后只要体温没有超过37.5摄氏度 就能进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生这里的那些彩妆的产品 都已经没有售卖了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行动管制阶段 所以这个非必需品的地方呢就没有售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是有写说 他们营业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半晚7点 那这也是商店的营业时间 就是说在7点过后呢 他们就没有售卖这些东西 那这些彩妆品的话呢 都已经以这个红色的警戒线围起来了 那这里呢也有侍卫在助手 就是说不给大家购买这些彩妆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放这个 他们已经把所有的TESTER暂时测开 因为TESTER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那些TESTER 然后担心是有皮肤上的接触 所以就测开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情景是没有什么人在里面的 好那我们现在购买了必需品之后呢 我们就必须要付款嘛 那我其实呢在这段期间 我就比较建议大家用卡来付款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接触到那些纸币啊 然后也可以避免和收银员有很近的这个知情接触 那我们现在就去付款吧 那我现在就已经从我生那边出来了 然后现在这里呢就是关于第二层楼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呢 大多数都是卖吃的卖食物啊餐厅 可是因为进入第二个管制器 所以很多餐厅呢都没有营业 然后这个本来是卖摆饰品的卖衣服的通通没有营业 那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走廊是完全没有人哦 那好我们现在在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就要去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刚才我跟这一些我生的店员了解 其实他们这几天的生意额呢都不是很好 一天就一整天里面来这里购物啊 就买一些日常用品的人呢 也没有超过50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其实 马来西亚人呢是非常遵守这个行动管制令的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里有警卫在助手 就是挽留了警卫在助手 好那我现在是差不多要靠近7点半晚7点 那这个这段时候呢通常都是人家吃晚餐的时间 所以通常1U会有很多人来来往往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是完全没有人的走在这个街道上面还有一点点怕怕 就是说哎为什么没有人啊那一些 人全部都待在家中的大家都很配合政府的这个防疫措施 可以的话就尽量待在家中不要出门 然后如果想要吃如果家里没有煮东西想要吃的话就可以加外卖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卖娘人餐的地方也是没有营业的 那这里是UNIQLO 卖衣服的也是关门 那虽然这里呢是没有给人家来吃 就是没有给人家在这里用餐 不过他还是有售卖的 从那里有几个水池 这就是池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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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竿 是汤竹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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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竿 也就是每一个月 这都是汤竹池竿池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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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什么汤竹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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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如果这么汤竹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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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不合格的 有任何事? 不合格的 有任何食品的食品? 有任何食品? 那是有任何食品 但是如果是人家在买 你会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好 我想要这个 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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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 我们不能够放 哦,不能够放 不够了 他们会来到 他们会来到 他们会在路上 哦,他们会怕 因为他们没有车和车 哦,对 哦,OK OK,OK 谢谢 拜拜 那其实这个 牛娘色 他们是 那其实这个牛娘色 他们是有营业的 只是他们没有给 顾客在里面用餐 那可以外带 那尤其现在是 刚才我说嘛,现在是要接近起点 那刚才我问他们是讲说 他们在8点 接近8点呢,就会 就会关门,就会结束营业 所以他们有些食物呢,就让 就以便宜来卖 就是说50%的折扣来卖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1U的情景 是非常非常少人的 所以呢,我现在呢 也有一点点害怕 就好像刚才的那些姐姐说的 其实现在进入了这个 行动管制呢,其实 这里没有什么人啊 所以如果晚上啊,回家的时候 也是会有怕怕的感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给大家看 关于 在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 是一个 怎样的情况 那这里是Aeon 由于这里是售卖那些 衣服 铜装的衣服 所以 这里也是没有 没有开的啦 可是他们讲说他们的超级市场 就是售卖日常用品的地方 是有继续营业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售卖日常用品的地方是怎样的情况 可以点击我 上几支的影片来看 那时候我是在那边 买日常用品 好,那现在我的 我有一点害怕 因为没有什么人 然后后面也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今天的影片 就到这里为止啦 好,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待在家中 帮助政府防疫成功 OK? 祝我们马来西亚可以早日 摆脱新冠肺炎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 祝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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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